在一本网吧上网是总什么体验 我发现日本的网吧真的挺有意思的 里面竟然还可以洗澡 今天带孩子们来体验一下日本的网吧 进来以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更像是一个图书馆 漫画书的种类也特别多 什么样的都可以找到 像这边的饮料也都是可以随便喝的 饿了的话也可以拿点面包 也都是免费的 日本所有的网吧感觉都是一个样子 里面都是独立的房间 格局可以自己随便选择 睡觉时冷的话也可以拿着毛毯去盖 这里还有独立的浴室 像洗发露 吹风机 包括这样的毛鸡也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洗衣房里还配备了一台红灯机 感觉日本的网吧更像是一个小型旅馆 房间里面还破了这种可以躺在上面的垫子 里面有两台电脑 两个人坐在上面可以边上网边看爸爸书 这边的网吧一般还会配有独立的厨房 菜单上料理的总类也都挺多的 可以在电脑里面直接下单 做好后店员会直接送到房间里 这是我点的杂粥拍饭 感觉食物和照片的相似度还算是挺高的 吃完饭后也可以到楼下去玩一会飞镖 或者唱会卡拉OK 当然也都是免费的 日本大多数的网吧小学生以下来看漫花书 喝饮料包括吃冰淋也都是不收费的 今天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重温了一遍关了高手 真的是太经典了 大家觉得这样的日本网吧怎么样呢